哈喽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 我们很多新手朋友们相信看到一些视频 会发现在视频的一个描述栏会出现一些链接 包括我们的评论区也会出现一些链接 那这些链接的话是怎么样加进去的呢 那今天小鱼儿就来给大家揭晓 如果你也是刚刚做油管的话 那这里可以订阅一下小鱼儿的频道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频道的后台 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头像点一下 那在这个下面呢会出现一个YouTube的一个工作室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这个时候就会来到我们这个油管的一个后台 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的这一个内容 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是你做出来的一些视频 那么你想把这个链接相关啊 当你在讲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些链接 那我们这些链接应该怎么样把它放到这个描述栏和评论区呢 首先这里我们先告诉大家如何放在一个描述栏 这里呢就像是在这里啊 我比如说想把这个链接呢放到我的这个视频里面 那在这里呢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鼠标移过来 这里有一个像笔一样的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笔 最后呢就相当于我们要编辑我们的视频 在这个页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这里啊 在中间就是一个编辑页面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第二个是我们的说明 那这个说明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描述栏 或者还有一些人呢他会说这个是视频简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简介 你把你的一些相关链接 你把它复制过来过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粘贴到这个下面 OK啦这个链接呢就已经加进来了 加进来之后呢你这里直接点击一个保存就OK了 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视频的页面看一下 这我们怎么返回我们的视频首页呢 这里呢同样我们点击这个频道 或者说点这上面这个头像啊 在这个右上角点一下 点这个我的频道 OK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这个频道的首页 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视频 那我们这里把视频稍微往上拉一点 在这下面啊在你的头像啊 你的这个油管名称的下面 就可以看到这里呢就会出现一个啊 你添加的一个链接 我们这里可以点开更多 OK这个呢刚才在里面添加的一些链接 这里你可以点击把它这里有一个收起 把它收起来它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看不全 那这里有一个更多 你就把它点开 它就会把它全部展开 我们先把它收起来 那接下来这个评论区呢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了 直接回到鼠标往下拉 在这视频下面会有一个添加评论 在这里呢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添加你刚才的一个链接啊 比如说这里我直接连贴我刚才的一个链接啊 一个密接力入门教程啊 包括一个密接力的一些参数啊 就有很多朋友他对这个绘图感兴趣的呢 他就可以在评论区找到这个链接直接进去学习 那这里呢把它粘贴好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评论我们点击一下 OK那可以看到这个评论呢就已经好了 如果说你的视频做的啊播放量比较高 很多人就会在你的下面评论 那如果说我们放链接的目的呢 就是让这些朋友来第一时间看到 如果说我们不把它置顶的情况下来 那你的评论可能会出现在一个 这些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啊 因为前面的一些评论会慢慢的把你的评论呢 压到后面去 那这个时候啊 这里小悦也教一下大家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一条评论直接给它置顶 这样呢你的视频啊 你的这个链接啊 你的这个评论 它就会一直存在第一条 那怎么置顶呢 我们这里看一下啊 鼠标回到右边 这里有一个三个点 我们点一下 那在这里呢 就看到有一个置顶 有一个修改 如果说你想修改的话 那么你就点进来这个里面啊 你可以对这里面任意的一个地方进行一个修改 那如果说你想删除了这个评论呢 那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删除 那么这上面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置顶 我们点一下 啊 你想将这条评论置顶吗 OK 我们就点这个置顶 那可以看到 以置顶评论 这里也显示了 以油小油管技术学堂置顶 这里再看一下这里 已经置顶了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取消这个置顶 OK 那今天小油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一小个知识点 啊 怎么样去 在我们的评论区 添加一个链接啊 在我们的描述区 说明栏里面添加一个 评 添加一个链接 以及怎么样去置顶我们的一个评论 你们学会了吗 啊 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小油留言 那你还可以观看小油的一些其他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